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按下小铃铛 还有商量SpotifyApple Podcast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然后还要记得要帮我们在Apple Podcast的评分区留言 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00个留言 对,没错,赶快帮我们留一下 评分和留言都来都来,刷起来 然后今天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应一下大家上个礼拜的留言 没错 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聊那个好久不见的马英九 为什么马英九让你这么 马英九是勾起了你的什么回忆让你笑得这么开心 没有,因为我想说这个人就是 至少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了很重要的八年 2008到2016年 就是当总统的这个时间 是黄金十年还是黑暗十年 可是说实在2016离我也蛮近的 对 但我总觉得他已经对我来讲是一种做谷的 做谷通常是不是想说这个人已经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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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已经就是对我来讲是很久以前的一个人 然后今天我们就说了今天要来聊马英九 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复习一下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马英九对你的研设在历史课本上出现的人物这样 好像也不至于 但是也没那么 active 所以你心中对马英九的印象是什么 我如果要讲 印象最深刻是就是小时候国中的时候 你国中的时候是大概多久以前 就十几年前啊 透露你也在讲啊 就是老师就是那种 甚至是那种历史老师什么的 就是他们上课就会直接讲说 觉得马英九很帅 国中历史老师 就直接讲马英九很帅 然后还会收藏马英九的那个小玩偶 放在桌上 然后那个头会 你就在教室的桌上 就是办公室桌上 然后头会一直摇的那种 ok okie dokie 然后就觉得他很帅啊什么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国中的时候 呃 台湾的教育并不是就是那么小 就会鼓励大家去 关心政治是不是 那好啦我好不好 我啦我的经验就是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所以你就对于马英九就知道 哦他是在从政 然后他是总统 然后可是就是他具体做了什么 老师也不会讲 没有概念 对 那你不是直接讲说你的什么 什么亲戚朋友什么 叔叔阿姨婆婆 对啊 也都觉得他很帅之类的 就是也没那么夸张啦 哦哦 那就是就是一些 就是有点年纪的女性 ok好险这句话让你来讲 我刚刚又没想到 所以不要给我这个一点 你讲了啊 对你说 所以范就是说 有些年纪的女性 好像都蛮喜欢她 对蛮喜欢她 对 这好像是她的主力的市场 以前也不懂啊 像你知道我就会联想到谁吗 谁 我就会联想到现在的那个吴依农 我就想说是不是 你不要得罪人 你不要 你想完再说这句话 我不是说他们一样 我是说那种心态 就我现在是阿姨了 所以 ok ok 等一下 所以你把现在的农妇 跟当时的麻咪 放在做类比吗 这样我应该会被打吧 好 所以我帮你远 就是 所以其实随着时代 还有政治的演进 其实我们有出现更多 更好的一些 外形也很亮眼 但是形象清新 又有能力的政治人物 像以前大家可能只有马英九 但现在我们有Vino 是不是这样子 哦 我比较想要表达的是 就是其实外形好像一直是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哦对啊 因为其实像 马英九 找马英九一个世代的马英九 其实就是宋楚瑜 大家如果有Google 宋楚瑜年轻的照片 其实就是那种路线的 就是长得帅帅的那种书生 那样 然后而且两个人都当那种 蒋经国的英文翻译啊 就同样的那种政治路线 国民党那种党国培养的精英 要出来之后要从政的人 对 没错就这种感觉 嗯 好 可是你知道长相终究 就只是一时的 对 对 人到七十岁 还是要割眼袋 哈哈哈 要吵笑人家 没有啦 我跟你讲割眼袋为什么很重要 我妈昨天才跟我讲 他就说 就是你老的时候 你眼皮会垂下来 就是会遮住你的眼睛 为什么我们要谈割眼袋这件事情 因为 好像那个 听说那个马英九 好像有句歌是吧 哦 马英九有割眼袋 要可以 那表示他最近要常常出来走动嘛 你说需要一些 就是看到大家的 被大家看到 被大家看到 对 就是要看到大家 因为眼袋会垂下 会挡住视力嘛 所以要割了就是 不禁让大家看到他 比较 年华正盛的一面 然后他也可以被 他也可以好好的看到大家 哦 扯远了 对 扯远了 太远了 对 回来 我们今天要来聊 前总统马英九 然后感觉后面就要配一个声音 什么音乐 那马 马提声吗 没有没有 不是 哦 算了 对 哦 总之就是他最近声量挺大的嘛 大家在新闻上 应该蛮常看到他 他在上个礼拜六 就是出席他自己的基金会 叫 马英九基金会吧 没有记错 马英九基金会 办了一个研讨会 然后这研讨会的主题叫做 国家不安全研讨会 这名字真的很怪 然后他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 副标题 对 是 台湾如何转为 转 为 为 安 那还蛮不好念的 从危险变成安全 化危机为转机 为这个安全 这样子 但我觉得他这个名称 其实就是 已经很 很明白的指出说 他认为现在台湾的国家是 不安全的 最危险的状态 因为其实他就这一阵子嘛 从我们上一集 上上一集的时候又有讲 他不是一直在提什么 守战集中战啊 还有 讲些什么就是 美军不会来救援 他其实这一系列的论述 都是在讲说 呃 蔡英文现在的国家路线啊 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啊 或是要联合美国 去抵御中国的入侵 反而会让台湾卷入 这个大国之间的斗争 对 而且他重点是 他又不断的强调 九二共识 他认为蔡英文总统 不承认九二共识 就会让中国 就是 就是在挑衅中国啦 就是让中国有动物啊 就是无力犯台的契机 所以是我们第一趴要问的 诶 我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 哦 九二共识 你知道九二共识 你就是很常听到 什么 就是大家都会讲这四个字 他对你讲就是一个成语 就是一个成语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成语 这一步时间也找不到 哎呦 好 等一下Google一下 等一下Google一下 对 Fact check一下 所以我想说 前面我们也来 帮大家复习一下 到底什么是九二共识 好 那九二共识 那先出那个考题 请问九二共识 为什么叫九二共识 诶 他的九二啊 是因为 呃 是因为他是 1992 指的是1992年 签订 还是说什么 订出来的 还是说是 民国九十二年 还是是 9月2号 提出的 还是 其他 哈哈哈 我猜 1992 民国92年 可是民国92年 还是9月2日 我猜个 1992好 因为民国92是不是81年 诶 怎样 哈哈哈 诶 靠 差十一没有错 这是你加错方向 哦 天哪 怎样我听过会觉得 我越来越笨了 对 因为没有 这才是要解释 这是他人设如此 刚刚我们都说 他是这个稿写好的 他故意要加错的 他觉得不是 耍笨 我猜1992对不起 好啦 对好像没录过 但也蛮厉害 好1992 对好啦 其实那个 但是其实真正提出九二共识的 是在那个西元2000年 那个时候的陆委会主委 国民党的时候的 陆委会主委叫苏琪 他提到一个东西叫做九二共识 他自己取的 对 他那个时候是回头说 诶 1992年的时候啊 我们当时不是两岸有之间互派一些代表 在新加坡会谈啊 然后呢 好像有达到一些什么共识 然后所以就把 就在那个时候提出来一个新名词 叫做九二共识 但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提出什么共识啊 对因为其实当时的总统 就1992年的总统 李登辉 嗯 那时候其实 他就就表示说 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共识啊 对啊 那你后来发明这个名词 其实是 有问题的 而且当时其实也可以从一些 1992年的媒体新闻报道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 当时有说谈判的过程 其实也有一些 不是很顺畅的地方 所以 你很难讲真的有共识 所以那共识反而是后来 2000年 才发明的说 当时1992年有个什么共识 我觉得是一直扯一个借口耶 就是 硬靠一个名词 对对对 那他实际上 九二共识里面讲了些什么 因为这种概念 其实是中国国民党自己提出来的 那19 国民党提出来的九二共识的概念叫做 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 一个中国 这是国民党讲的 对国民党讲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他们的概念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一个 只有一个合法的中国 那各自表述就是说 我们认为 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那对岸当然会认为 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们互相不戳破 对 所以这前提起来就是一个 没有共识的共识 对不对 各自表述就是说 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内涵 其实理解不同 难怪我永远记不得什么 是九二共识 对 因为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他们这个共识就是 我们了解到 彼此对于这个事情 没有共识 然后我们对这个 没有共识这件事情 有共识 我们彼此都了解 我们对这个事情 没有共识 所以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共识 叫做九二共识 OK 所以就很tricky 就是一个很模糊 然后很饶口 很不直观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呢 就是中国国民党 后来两千年以后 就开始以这个为前提 去跟中国共产党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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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等于是中国也要用 九二共识 跟中国国民党 互动 就大家必须建立在 认同这个概念的情况下 所以有了 这个九二共识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对于在政治上的互动 像好处不如说是 这个是一个 要像敲门砖 或是一个入场券 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啊 或是这个当权者没有 承认这个九二共识的话 那对岸就会关上谈判的门 就是他就觉得我不要跟你谈 你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 我就不跟你谈 对 所以马英九一直很得意的 就是说 你看他在2008年到2016年 他跟中国就很多协议啊等等啊 因为我承认九二共识哦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就不会来什么飞弹事射啊 来什么军事预言啊等等 虽然还是有被断一个 那个邦交 但是就没有 你看没有上景蔡英文这么多啊 因为我承认九二共识哦 他就想要表达这种概念 对 但其实因为九二共识 他危险的地方就在于说 他其实就是把台湾 框在一个中国下面 嗯 那你跟全世界讲说 台湾 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 那世界当然就说 你说的一个中国 当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对啊 因为大家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啊 所以 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承认 自己是中国一部分 一个很危险的 那个共识 九二共识 对 所以蔡英文执政之后 就不再强调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但他有自己就是曾经发表过什么言论来 讲这个九二共识的事情吗 相较于马英九时代的九二共识啊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国家认同 或是国家主权主张的基础 马英九是九二共识嘛 那蔡英文的这个演变下来比较像是 维持现状跟中华民国台湾 嗯 OK 那维持现状其实就一样很tricky 因为大家会说马英九的时代也是维持现状嘛 对啊 但是马英九强调的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宪政 的状态 就是我们现在宪法的状态 我想我们常常讲宪法 我们现在宪法其实是一个统一宪法 统一的宪法 我们未来要跟对岸要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 所以马英九承认的现状是这个宪政体制的现状 我们要迈向统一 那蔡英文承认的是 蔡英文的现状就是台澎金马 台湾澎湖金马祖 以及一些领导 我们现在就是维持一个自己管理自己一个独立的状态 嗯 我们维持这样的现状 那我们姑且把这个 这个共同体称为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就有点像是蔡英文的现状跟马英九的现状的差异 嗯 就这样子 因为他其实发表了这个言论之后 陆委会啊 蔡英文跟那个赖清德 其实也都回应嘛 哦你说马英九就讲说那些什么 什么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啊 会引发战争啊 什么军天叉叉 陆委会就讲说九二共识才能比战 然后 你说陆委会讲说 陆委会啊 那个是陆委会前主委嘛 嗯 对嘛 他就讲啊这样讲 嗯 陆委会的九二共识才能比战 哦对对对 他是讲说 哦对那个是马英九基金会里面 他那个我会回到那个讲我觉得蛮有趣的 马英九基金会那场活动啊 他找了非常多马英九任内的国安官员 嗯嗯 就是国安会的那种 国安会的秘书长啊 陆委会的政府主委 就是那种 当时认可他们的 要管理两岸的一些官方的一些互动 还有一些国家安全的事情 结果他们在那个会议中的发言都是非常的 哦 我们五段一点讲就情中啊 他们都会讲中国那么强 那蔡英文你都不承认的话 你这样会 害我们被打 说是你看你不承认九根得罪了他们的感情 你得罪了就是你还要说中国的政策要考虑台湾民意 那你蔡英文执政怎么不考虑14亿人的民意呢 就是你想这样想这些话的人居然是马过去那八年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主管我们国安政策两岸政策的人就觉得 哦天哪好恐怖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执政的马来陆委会啊 或是总统政府总统会 会干狗就是说 你们不可能 对不能你永远不可能满足中国嘛 你永远不可能满足中共嘛 他的目标就是把你吃下来 你现在他今天说要有九二公司 他后面哪一天说他要他拥有你的主权 你迟早要面对他 你迟早要跟他say no啊 对啊 是啊 所以我就听到赖清德说 这个是有那种制造恐慌的言论 他说马英九这样的这一席话制造恐慌 然后比战争还恐怖 你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前几期 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心防的重要性 就是像国防一样 因为他讲的这番话可能代表的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都不重视 就是不把对岸当一回事 是有点这种 就是拿对岸的武力来恐吓台湾人民 对 以此来宣扬他自己的政治主张 就是如果你们大家不听我的政治主张的话 中国就要打你们哦 就是我觉得那种立场 他好像是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 对对对 在讲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上次明明就已经讲说 台湾国防其实是 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对 对然后可是他讲的这几句话 好像就又更显现说 其实台湾是没有能力去抵抗对面的攻击 所以那两天就很有趣哦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 8月23日就是上个周末 因为823有之前所谓的 823炮战在金门嘛 对 然后那天非常特别的是 总统蔡英文有飞去那边 就是要纪念那个当时 罹难的僵尸等等的 还有一个人有去就是 美国在台协会 就是美国实质在台湾的外交部门 的外交官有一起去金门 对他去的有代表什么政治的意义 那个被故事背后没有 就是他没有讲白的就是说 马英九不是说美军不会来吗 哦哦哦哦哦 那AIT就是美国的这外交官飞过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我们不是不会来 我们根本一直都在 哦我们没有走 我们不是不会来 我们都在这里 对因为那个金门 如果大家看那个Google Map 你其实去看那个地图跟中国的边界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在中国沿岸 他离台湾超远 对他离台湾超远 离中国超近 所以那个是超前线哦 那个东西就是 真的你可以肉眼看到对岸 看到中国 对所以 这个总统和美国的外交代表 同时在那个地方的代表性 其实就在呛中国 还有回应马英九就是说 你不要说这种奇怪的话 没有什么不会防守的问题 没有什么美军不会来的问题 对等于是 这也在提升心防啦 因为如果台湾的人民都觉得 我们的军力是那么不堪一击的话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反而会打台湾 为什么 因为有用啊 就比如说我如果怕被打 别人就会觉得打你有用 但是如果你今天就很强 来啊打看看啊 那比如说 这个打没有用 打也不会听我的话 所以你反而越示弱 你越觉得说 我们不要打仗 别人才会打你 因为你怕打仗嘛 所以如果你展现说 我不怕 我有足够的防卫力 那我们人民都会支持 我们的国家 捍卫我们的这个主权 他反而不敢打 因为就是打不下来 很麻烦嘛 我打你也不会投降 那怎么办 这样大家都累 所以其实所以说 马英九的制造恐慌 比战争还恐怖 是因为他真的比实际的战争 带来的杀伤力更强 对 那这让我就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其实马英九 毕竟已经就是卸任了嘛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在 最近这几个时间点 还要一直在跳出来 讲这些话 可能觉得那个 他对他割完眼袋还蛮蛮 想让大家看一下 你有看过这个马英九吗 如果没看过 让你看一看 我现在有多 眼袋有多 割得多好 不是吧 没有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国民党 现在状况也蛮 惨的就是 他们没有一个核心的思想 核心的理念 或是领导人 嗯 就是你说他们之前领导人是谁 你说什么 韩国瑜 那韩国瑜就是 不是吧 算是吗 名义上那种领导 大家会说 啊韩国瑜韩总 然后要领导我们走出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悲惨的局面 但他输了嘛 不止总统输了 然后被罢免 然后补选也选 也蛮惨的 那现在的主席江启成 好像又没办法领导 现在的国民党改革什么的 所以马英九大家会看说 那我之前当过总统 我也当过当主席 我当然要回来宣扬我的政治理念啊 which is 那个政治理念 which is 就是 九二共识 因为党内其实有一些人 其实想要把中国国民党给本土化 就不要改变那些 就想要改变一些对中政策啊 还有改变九二共识的概念 但是马英九是要回来 就想要回来一种 就像你知道社团那种大学 或高中学长 学长要回来做 社团怎么搞成这样 我回来我要指导 就要指导你们 不要乱搞 这心态好像还蛮常见 就欧逼然后学长姐 回来叮学弟妹 搞什么东西会不会啊 对不对 赢队办成这个样子搞什么 可是这样他不会让一些 就是现在目前在国民党的主力的人 有点尴尬吗 就是有啊 所以像有一些 其实像马英九回来讲这一系列的话 就有一些 过去会被视为青蓝的公众人物啊 其实有出来讲说 像有一个有 算媒体人啊 叫蔡施萍 也是 孙 孙志评论出身的 对算是政治评论人 那他就提到说 其实九二共识 当然也许像马英九那个时候的情境下 因为他上任的时候还不是习近平 中国的领导人还不是习近平 那个时候中国比较 没有对国际那么强势 他的倾略性没那么强 所以当时大家对于 不管是台湾民众 对九二共识的想法 或是中国自己对九二共识的定义 也没那么aggressive 那么倾略性 那本来就可以建立在九二共识上去谈判 但现在因为2015 那个后来在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们在去年 习近平在去年年初 他其实就自己在公开谈话讲说 九二共识就是要推动 中国统一 以一国两制的中国统一台湾 那么这个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讲白了 虽然大家自己过去都会做这样的连结 但他讲白了之后就是不一样的等级 对因为讲这东西 国家的领导人讲出来就是 尤其是中国又更是如此 就是他一个很明确的政策推行方向 那你都这样讲了 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 还附和的话 就表示说 认同你的讲法 认同你的说法 那所以他们就卡 所以中国国民党这个直播公式 不能用啦 不然你就是在 你总不会有个共识 就是但是这个公式 有你的版本跟我的版本 那就不是共识嘛 因为这样就有点违反现在主流的民意的思维 对啊 大家不会想要跟这样的 被中国统一嘛 对 那当然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 有趣的年轻人 就想说 国民党还是有一些声音 像前一阵子 也有一些国民党的年轻人挂的 像有个叫林嘉兴 的年轻人 就是30岁左右 上下 他们现在还要在推那个什么 中华民国 反 重返联合国 就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对 他认同是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独立的那种 对 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一群人 在国民党内 真的是这种人同啊 他们认为中华民国要 统一中国 嗯 就是统 不是被统 是统别的 嗯 对 但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像这样的 对中国而言啊 台湾独立 和被中华民国统一 你就是知道 应该是被中华民国统一 独立比较快吧 就是独立 就是反正对中国人 就独立 就是你走出去 正式的出去嘛 哎 被统一就是我中共要灭亡 所以你说中华 中华民国派 其实反而是 对中国侵略性 比较强才对啊 对啊 中国是不是应该比较怕 中国应该比较抗议 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支持者 而不是抗议台独者 台独跟你们没关系 他们只是就自己吃自己而已 因为这些中华 捍卫中华民国人是要 吃你豆腐 要把你中国给统一下来 对 是不是国民党里面 还是有这样的年轻人声音啊 蛮有趣的 这样让我听下来 很像多头马车 就是 就是像你前面讲到啊 就是没有一个 固定的路线 然后讲话也很 就是论述很混乱 所以马英九才要出来啊 他要矫正视听 你觉得这个脚有矫正吗 有啦 他视听 他动了一些小真美容 所以应该现在视听也不错 而且某些程度 马英九是一个有政治理念的人 像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 他 他爸爸也就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共 他爸爸就是过世的时候 这是真实故事 大家可以去搜寻 就是 他爸爸叫马赫林 马赫林的骨灰坛 骨灰坛哦 上面写的就是写 画毒箭筒 全面振兴中国 画毒箭筒 他这里的中国是 就是大中国 这个中国不管指的是 中华民国或是中国 都是中国 对 而且画毒箭筒是 你要化解独立的思想 然后逐渐统一这样子 全面振兴中国 我觉得这个某些程度 其实真的也代表了 许多中国国民党 尤其是 可能再长一辈的 那人的心态 就是 他们的认同还是中国嘛 所以与其让 民进党 或是让台湾本土政党 夺权 或是有可能变成一个 台湾共和国 或是中华民国台湾 与其变成这样子 他们宁愿 被 现在大家 所认同的中国 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给统一 也都比 变成台湾来得好 就这块土地 你变成什么台湾共和国 不如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更符合我的认同 因为我认同我是中国人嘛 对 所以这就是 他们现在 遇到的困境 然后马英九要把这些 这些心里没有得到满足 的给揪起来 重新夺权 成为国民党的 欣欣 而且其实他70岁 你说老吗 蒋中正当总统 当到87岁88岁 现在人寿命都很长啊 对 现在人寿命都很长 李登辉是92岁来过世的 李登辉70岁的时候 还没中 他还没 他97岁过世的 对 李登辉过世的 70岁的时候 还没经过第一次 他的总统直选 所以你说马英九 你看他就马英九 又 看起来身体蛮好的 所以他如果真的回来 很难讲 说明2024 然后再去后来选总统 但是如果看不下去国民党 然后就想说出来 因为他如果能够选上当主席的话 他是他说明是可能做得到 这件事情 对 嗯 紧张 我本来想说 因为卸任之后 其实 我那天在看一个资料 我觉得很惊讶 说总统卸任 惊讶吗 我第一眼是惊讶 总统卸任之后 还是有一个 卸任的那个退休金 礼遇金可以领 然后 多少 总统每个月是25万台币 然后副总统是18万 而且还有25万之外还有那个嘛 就是有的没的 就是每年都还会有一个 八百万七百万 对 几百万的一个就是业务费用 然后持续也会享有说像是 保镖啊或是这样 税户这样子的 还有一些医疗补助好像 然后我就跟实医生开玩笑说 其实其实就是你知道退休之后生活也是不错 为什么不就好好的养老就好了 所以有理念 他是有理念 他有信仰的人 他有化毒戒统 化毒戒统 对 这就是要做一个这个比喻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二乘以二的一个格子 你是勤劳或懒惰 然后你是聪明还是愚笨 这几个就是你是聪明或勤劳 你是有可能又聪明又勤劳 你有可能又愚笨又懒惰嘛 最麻烦的人是又愚笨又勤劳的人 What do you mean 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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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们再说我自己啊 对啊 像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又勤劳又愚笨 对对对 就是这种人其实是最恐怖的 就是他会造成很多事情 对对 所以 以此为戒 以此为戒 我们我们上礼拜其实就是也是 从从好几集开始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留言 然后看看大家的想法 就是对于节目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还是有看到几个很值得 很值得出来说嘴的留言 好紧张啊 来念一下来念一下 很好笑 他就说 我来给拍拍了 就是好像我们在逃拍 很可怜的样子 可恶 好啦 我们是很可怜啊 来拍来拍 我觉得主持人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而非浅于表面 尤其是美日那一集 讲美日那个来台湾 然后说五颗心认真刷起来 不红没道理 大家都说我们不红没道理 对啊真的不红没道理 说得好 好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蛮符合 我们想做这个节目的精神 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 麻瓜的语言 就是来看看 深入浅出 用麻瓜语言讲深入的议题 对 其实重点不是给已经懂的人听 是要让你们分享给不懂的人 对 就算你对议题没有那么了解 你也可以大概有一个 简单的概念 但你不会就出去被人家呼咙 对 我觉得我有一个最新的留言 我觉得其实很有趣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 就是好像大多数在我们podcast的 听众是女性 所以那个留言就讲说 啊我这里有男性听众来留言啦 等等 对 然后就喜欢也是叫我们加油 对 所以我们也是有男性听众的 耶 赶快出来 男性听众刷一波 刷一波 刷一波 欢迎到那个 那个苹果Apple Podcast 可以留言的地方 我有听说podcast还是女性比较多 嗯 但是但是我们自己的 那个 脸书 对 我少记得受众 因为男生比较多 嗯 可是这样不错还蛮平衡的啊 对 我想说 一边顾女生 一个边顾男生 都顾到了 对 看来应该还是有点市场 还是说不定男生 其实很多只是不喜欢留言 好 所以男性听众刷一波 666刷起来刷起来 帮我们在Apple Podcast 刷一波评论和留言 对我们目标 目标100个 现在是70 我觉得很快 真的 可以的 对对 评分刷起来 好 我们这个礼拜 聊的相关的一些文章内容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讲了蛮多 九二共识相关的 文章 文章啊等等 这边我来补一下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你所理解的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曾经有人 这个有学术单位做过研究 发现大家一般台湾人以为的九二共识 跟真的九二共识其实差很多 有三分之一的人以为九二共识指的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对没错 对但其实反而完全不一样 是相反的 那你认为的九二共识是什么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会常回来听这一集 为什么 因为复习下到底是什么 对因为九二共识真的是一个很不常用的东西 就对我来讲啦 很恐怖耶 你要想要学起来 不要跟马英九给骗了 然后下次大家再听到九二共识 什么复习下之后 就回来听我们这一集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一样资讯栏就是会放我们所有的文章 然后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脸书IG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开启小铃铛 然后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请记得要定期定额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哟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下礼拜见 拜拜